你好 这是我们武汉全农味汤 它这个吊子 它是越喂的时间越长越好 吊子里面有小沙孔 小沙孔把每一次的味汤的记忆都存在里面 春庸这个 对 然后你这一次味汤 它多少又把里面以前的味道吸附出来 那味道越来越丰富 对对对 以前的年代它是用铁砂做的料子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有这样的锅 对对对 是这个颜色的 您再给介绍一下鸡汤 这是黄下头鸡汤 柴鱼豆腐汤 豆腐汤 黄牛的牛肉萝卜汤 牛肉萝卜汤 对 麻牙棉口汤 每一种先来一小口 然后您四种都尝一尝 武汉人三天不喝汤心里吵得慌 这个鸡汤有一个回听味 越喝越香 武汉的味汤就是这个特色 口感的特色 此味只因天上有 人间哪得几回肠 是这首首 而且这个藕好像是现在吃到全国去的 好像就是从湖北带出去的 气候头浪 环境的多方面因素 湖北的棉藕 又辣又香又粉 太好喝了 好喝 这武汉话不是吃的 这个跟现在比如说家里有的时候 没那么长的时间 煤汤就拿高压锅弄出来的 完全是两个 这我觉得在家里的孩子们多有口福 搞一碗那个鱼汤 你真的是自由了 自由啊 太好 那你要不要留了 我给我搞一碗 好 行 你帮我也搞一块 好 来 才好了